社团注册局要求火箭重选一事 纷扰了多个月 行动党最终按照指示 今天举行重选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 今早10点陆续抵达雪州沙南的会场 场面热闹 大会符合资格的代表人数是2514人 截至10点半出席率达到54% 这相比火箭在2013年举行重选时 出席率下降10% 大会开始前 全体行动党党员以默哀方式 向已故的行动党前任秘书长郭金福 和已故行动党批立前任主席刘德奇致敬 林冠英在致辞时强调 虽然社团注册局的要求荒谬 但为了让该党在来届大选用火箭标志出征 火箭宁愿吞下这口气 社团注册局要求行动党举行重选 却要火箭用2012年12月的党选名单 这引起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的不满 林冠英嘲讽 这就像好莱坞电影回到未来的电影情节 时光倒流 5年以后应该使用了 respective中五年之一 我们好像飞食于在 2013 我们已冠了 我们感到今年没有办法 для整个人 吃死猫也要慢慢欣赏 没有办法 适逢第十四届大选将随时揭幕 林冠英除了频频向国阵喊话 也不忘反驳一些人 直火箭是华人政党的指控 行动党重选投票时间 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到两点结束 接着进入计票程序 重选成绩预计最快 在傍晚六点出炉 NTV76相林采放我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